賴腺和濕疹 賴腺和濕疹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不過只是講不同的名稱 在醫學上我們叫做異位性皮炎 是因為敏感引起的 但敏感來說 在中醫很多時候叫做濕疹 阿婆他們就叫做賴腺 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多元化的因素 即是說有一部份有遺傳基因 有一部份就是後天的因素引起 後天因素就包括 即是說家裡的塵埃 那些塵埃門是致敏原 另外一些就是室外的敏感原 有一些就可能是食物引起 有一部份就是接觸到在皮膚 都可以引起濕疹發作 預防濕疹就減低致敏原 即是說床頭床尾 所有床塵的東西都拿走了 床間皮膚用熱水洗 60度水溫以上 最好每4天洗一次會好些 那室外的塵埃如果有 就可能要有一個空氣清新的方法 和減少塵埃 那食物敏感就慢慢要提高警覺 有一些食物可能對小孩容易引起濕疹的 特別是蝦蟹那些貝殼類的食物 有一些花生那些食物 有一些譬如奶類 雞蛋白肉 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敏感原 這個要減少那些食物刺激 就會比較上好一些 衣服也很重要的 如果有一些的衣服 例如奶類類 那些比較上刺激的 或者人造纖維多的 都會令到它這樣 還有 番茄 鹼粉 酒精 這些全部都是傷害我們的皮膚 令到濕疹更加惡化 所以處理濕疹要留意這些所有的因素 才可以說它所謂斷尾或者不犯法的 治療濕疹的方法 治療濕疹的方法 第一 我們如果知道哪些是敏感原 我們就去避免它 第二 如果不可以避免 我們都會減少接觸 第三 如果真的不行 那時候就看看情況有多嚴重 輕微的 我們最重要是維持皮膚 比較常濕潤 我們很多時候用潤膚的液 補濕劑 我們幫助的 一定不可以用蕃鹼 但是要小心保持衛生 如果再不可以收到的話 或者小孩來說是辛苦 那我們就會考慮 第一 口服一些的止痕止抗敏藥 第二 局部的地方比較嚴重一點 我們用一些類固醇類的藥膏 可能可以幫助小孩的 很嚴重的 當然醫生有更加重要的治療方法